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很荣幸能够加入到冠室 进展冠室的特别发展 这个歪歪的声音还挺好听的 温和又有磁性 就是不知道 人长得好不好看 搞什么啊 还我咖啡 我咖啡 谢谢啊 感谢师兄 赢兴和人参与金 未来 观世也将与云窗一起 持续专注 技术创新的人 在新经济的力量之下 原有的金融模式 跳不出自己的企业 和行业来看的问题 是他 很荣幸能够加入到观世 见证观世的货币发行 哪有什么方向是什么呢 淑姨姐 我有事先走了 你们结束了 刚结束 淑姨姐 我想问问 刚才在台上发言的 那个人是谁呀 当然是石燕啊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为什么无论男女 眼里都只有我小舅舅 难道只有我看见 另外一个 又帅又儒雅的发言者吗 为什么无论男女 眼里都只有我小舅舅 又帅又儒雅的发言者吗 难道只有我看见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好 是你啊 你好 在等车 是啊是啊 打车的人太多了 我都等了半天了 有虎心 甜烂我回忆 遇见你 爱上你 不勇奋难回忆 多买了一罐 请你喝 那 谢了 哦 我车到了 我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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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能认识她呢 哪怕想办法搞个微信也行啊 小月 可不能偷懒啊 我可是替你舒逸姐盯着你呢 错怪你了 你这进步挺快啊 这个玉游啊是个大红人 值得研究 我记得你舒逸姐好像还去财大吧 特地采访过她呢 多做做功课啊 对你帮助会更大的 是财大采访的 对于我们金融学的学生来讲 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投资人 那么作为一名投资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可能很关键的一点 就得学会禁调 什么叫做禁调 所谓禁调呢 其实就叫做禁制调查 是指由投资方和中介机构 在企业的配合之下 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文档 以及管理人员的背景 甚至是市场风险 管理风险 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方面 进行一个全面深入的生活 周期大概在三二六里的时间 没想到她不穿西服也这么帅 你发布会的时候还算 上天啊 请赐给我一个这样的大学老师 对于定义类的背诵 我相信大家一定觉得很枯燥 不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知识点 很重要 尤其是那四个风险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下次随堂考试一定会考难 还不赶快记得 有些事情啊 光瞪着眼睛看表面是没有用的 还需要更加深入仔细的调查了解才行 周期 讲到哪儿 刚刚从定义入手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灰色难度 我们现在把它简单化一下 我们把它类比到我们的生活里 如果各位想要去认识一个你并不熟悉 或者不认识的人 那我们肯定希望 能够尽可能多地 去了解到他的相关解析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会对他做一定的背情调查 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 去了解到这个人的方方面面 从而弥补双方 在信息上的不对等和不完善 那就是这样 有不懂的 再问我 教授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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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我 我有听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你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再问我 哪里不懂 余教授 你不记得我了吗 上次在金融中心 云创的发布会 你帮我拿出了咖啡 不还记得 找我有什么事吗 想见你啊 上次太匆忙了 没能加上你的微信 你跑了大半个江城 就为了加我微信 也不全是 我 我是财经界的实习记者 我正好过来学习学习 你也是财经界的记者 对 我是实习记者 舒逸姐是我领导 你跟着舒逸啊 那我下次还可以来听你的课吗 可以 但是有一点啊 下次上课的时候不能再开小禅了 我教的是金融学 你可以在网上思维一下教材 如果找不到的话 下次上课来之前 可以记得告诉我 我来帮你准备 最近有部电影上映了 我看评论反馈都不错 今晚一起看吗 同意 快同意 快同意 对 今晚没有时间 再陪长辈 不 居然用这么俗色的理由拒绝我 这也太敷衍了 他真的觉得我会信吗 好吧 等你有空了我再约你 可是我都已经蛮好票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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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电子货币也越发地在生活当中普及了 你做了什么 我就做了什么 我现在还是会看到你 我听说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我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下课之后呢 我可以等你 于老师 我请 还没吃饭吧 今天下午的课还挺多的 你有女朋友了吗 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的 会 真是我想的那样吧 拜拜 余教授拜拜 走了 回家的 余教授 秦小姐 你渴了吧 来 喝水 不用了 我有 你打完球了吧 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我有问题要问你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课档上问我 不是 不是 应该算是感情问题 秦小姐 我想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我已经三十岁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我可能不太适合 我解答你的感情问题 哪里不适合啊 你难道 不喜欢女生 我喝杯客 先走了 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可是你还没解答我的问题呢 适不适合不是得了解和相处之后 才知道吗 余教授 你找我呀 这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我好开心呀 秦小姐 请你以后不要再找呆拍来我 渴堂拍我吗 我 对不起 我最近太忙了 所以 你听了这门课是基础课程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可以回家看数字学 还有什么不懂 下次来学校问我 但是请不要在这儿再拍了 会影响我熊儿上课 嗯 我知道了 我下次不会了 我会在家里自己看书 尽量亲自来听你讲课 谢谢 哟ch 岳宇又主动给我打电话 还说有不懂的问题 可以当面问她 这其实 算不算约我呀 玉宇啊玉宇 我好辛苦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还不来问我 聊一块钱的 郁教授也是刚下班吗 同事天涯 加班人 不如我请你吃个饭 不用了 谢谢 没说吃过了 那就是还没吃 是要陪女朋友吃吗 如果不喜欢 索性直接拒绝 这样才能真的不上海 不然就是一句怀疑 我没有女朋友 郁教授不喜欢男的 还没有女朋友 蜈蚣不受禄 清小姐就不必破词 怎么蜈蚣啊 郁教授陪我聊了一块钱的天 就如同江上清风一般 吹走工作带给我的阴霾 让我如暮春风 再次拥抱阳光 如此大的功劳 我何止要请吃一顿饭 起码得十顿 秦小姐不用这么客气 如果工作压力真的太大的话 可以试着做一些 排解压力的事情 比如说极限运动 当然了 也不要太勉强 实在排解不了的话 可以考虑换一份工作 郁佑 你是哪个庙里 出来的高森呢 怎么完全不济女色啊 郁教授 你收到我给你的惊喜了吗 惊喜 我收到了 我收到了 这些专辑是你买的吗 这太贵了吗 金以我收下了 这样 下次你来学校的时候 把它拿走吧 千金难买新头号 而且这些没花钱呢 你下班了吗 还没吃饭的话 让我把欠你的饭给请了吧 你刚回国不久 肯定很多餐厅没有尝过 江城好吃的餐厅我都知道 你喜欢吃什么 我请你啊 不好意思啊 今晚没有时间 怎么又拒绝我呀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忙完 或者去你们学校附近的餐厅 反正你肯定也是要吃晚饭的 谢谢 不用了 我去食堂就好 这不是玩具 这是在线直具 连个理由都不编的吗 有了 有了 年轻有为帅气逼人的郁教授 你的外卖 这样就算我们一起吃饭了 细细 谢谢 如果你真想谢谢我的话 能不能满足我一个要求 把你的饭菜的照片也发给我 好 郁教授 这是女朋友给点的吧 不是不是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许记得吃了一点 辣的菜没怎么动 比保鲜的都吃完了 你不能吃辣 下次我会注意的 你喜欢郁宝萱的口味 下次我们一起去店里吃啊 吃 我对吃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跟谁吃对我来说更重要 秦小姐能搞到那些宋月兰的军满专辑 肯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有的时候 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衡量一件事情 要看应不应该 值不值 跟喜欢的人一起 就算是吃路边摊也会觉得很开心 用手机听歌 也会觉得很悦耳 也希望秦小姐以后 能够找一个懂得欣赏你喜好的人 一起去吃玉宝萱 一起收藏宋月兰的传经 秦世月 你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他吃了你送的饭 还感谢了你 他只是不喜欢你乱花钱 你现在知道了 下次注意就好了 这节课的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多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再重新复习一下 好了 今天上到这儿 下课 老师 您坐 岳教授 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吗 跟我来一趟办公室 你办公室 好 秦小姐 请你拿回去吧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 这些都太贵重了 这些都太贵重了 现在用手机听歌也很方便 你还是拿回去自己珍藏吧 宋月的演唱会上我看见你了 我猜你应该是他的歌迷 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送给你 这些真的不花钱呢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欣赏音乐用的是心 而不是非要这种情势 如果形势打于音乐本身的话 那就不值得 也没必要 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托我所好 那还是请你拿回去吧 好吧 我先带回家替你保管 你将来就会知道 这些真的不花钱 而且也不是搞什么形式 只是力所能及的小心翼 所以 我们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吗 秦小姐 我明白你的心意 你一直不说破 我也不太擅长处理这些问题 不过我想我今天 应该明确地回应你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亲爱 你还年轻 我想此刻你对我的好感 恐怕也是一时兴起 不会长久 因为我们不合适 也不了解彼此 你是怕我以后不喜欢你了 怕我们不会长久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是年轻 并不是幼稚 我对感情有自己的判断和追求 绝不是一时兴起 你没有说对我没感觉 你说的是我们不够了解对方 那我们可以慢慢了解呀 至于长久嘛 你也有机会可以甩掉我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 感情这件事 不能先想结果再开始 不是 你现在只需要给我一个追求你和了解你的机会 你就可以了 我 在轻而易举 也许 我们依然是一颗颗 善良的心 被勇敢的孤寂 释放后冲去 我先接个电话 你先回去吧 不连着缘分的 那我就从现在开始 愿真了解你了 好 疼死了 疼死了 我不走啊 你们前面的 关起来 好像是个女大学生吧 那完了 那肯定要被讹一遍 走 看看去 走走 秦春 我这块稀疗 赏一份都不行啊 不然 这点谁都别想走 这小朋友 把孩子打开口 不可能 你休想 看你挺有钱的 这不为父不忍啊 好 你不陪是吧 那我报警 将军在那儿抓你 那咱们就报警好了 看警察来了 是抓你还是抓我 行了 你们别吵了 要吵上一边吵去 大爷 这看你也没什么大事 小姑娘 要不你就给他一千块钱得了 这套花钱买个教训算了 是啊 不行啊 两千块扫一份都不行 小姑娘 你赶紧给大爷两千块钱得了 你这不也耽误事吗 你看他都堵成这样了 对啊 但有的时候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衡量一件事要看应不应该 值不值 这根本就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如果是我的责任 无论是五千还是五万 我都会给 但如果不是我的责任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我的钱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 我家的钱 也是我家人辛辛苦苦赚来的 不会也不能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 是 连没多少钱 快给了吧 就是 人家这姑娘又没错了 为什么要给钱啊 既然您觉得这钱少 您怎么不给这大爷钱 这关我什么事啊 这车停在停车位上 到底是谁阻碍了交通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这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的 大爷 您要是坚持报警 我可以帮您 警察来了看完行车记录仪 一切就都一目两目 不过我得提醒您去 碰撑清洁严重了 得按勒索罪来处理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不过我的脚不那么疼啊 我是看在你小姑娘的面上 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 这老师 杨孝孝孝 赶紧也快送来了 岳教授 谢谢你 不用谢 刚刚做得很对 那 我先回了啊 你也快点回家吧 注意安全 我 那我下次请你吃饭 真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 他要是真的铁石心肠 可以完全当作没看见 可是他没有 这么想想 我们真的好有缘分呀 他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应该请他吃饭呀 对 必须要请他吃饭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今天谢谢你 你的帮忙绝对制一顿饭 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呀 我请你吃饭 好 他答应了 他终于答应了 我记得你喜欢吃玉保兄的菜 要不然我们去那家 不如我来跳吧 好呀 好呀 没问题 易教授 齐小姐 这么巧 对啊 好巧 你来买东西吗 对 你一个人 我表妹正好要结婚了 想着送她一个新婚礼物 没买到吗 还没 平时我很少光商场 所以还没跳出来 我来帮你跳 这个商场我特别熟 你把要求告诉我就好 好 那记着吧 我来帮你听吧 能麻烦呢 怎么了 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拿个东西啊 还有什么 我的手 你 拿 要不就这个吧 要不就这个吧 灵兰香 灵兰的花语是幸福归来 多好的寓意啊 可以啊 那就这个吧 你好 这是我们新年的情侣专项活动 购物满三百九十九 就可以抽取这款情侣马克杯 帅哥美女 要参与一下吗 知道 好呀 好可爱 我不想要 这 你 你好 我们应该刚好够 我抽一次 在这边抽 我抽一抽 美女 你男朋友好宠你啊 你男朋友好宠你啊 给你 我们一人一个 你要是喜欢就逗留我了 当作今天感谢你帮我挑选领路了 原来是为了感谢我帮你买东西 原来是为了感谢我帮你买东西 你请我吃饭吧 一会儿我得赶去高铁站了 今天时间真的买得行 那好吧 那等你回来再说吧 走吧 嗯 这个饭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了 江城的烟花好漂亮 你有看烟花吗 秦安的烟花也很好看 那下次我们能一起看烟花吗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追求你吗 我们不太合适 你又没试过 怎么知道不合适 感情没必要试错 对 郁教授 你现在有空吗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看到手机 要一起吃饭吗 我还没回江城 那好吧 等你回来 舒逸姐 你的相亲对象 我会是郁教授吧 对啊 舒逸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不会 我也是稻草了 这位是我的实习生秦时月 今天家里没做她的饭 我就把她一起带来了 晓月 这位是郁教授 郁教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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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坐 舒逸 其实前段时间就想找你吃饭了 我看了你湛蓝的那篇文章 写得真好 我跟我朋友都受益匪浅 过强了 观点独到犀利一如既往 一看就做了大量的功课 连我都自亏不如 我确实做了不少功课 我还亲自去了湛蓝一趟 跟我发微信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来 恨不得发个空气过来 跟舒逸姐却有说不完的话 那个 郁教授 其实今天是我妈非要我来的 其实我妈也催我 让我给你进门吃饭 我才二十五岁 真没到那个时候 你还年轻 不过我已经三十了 所以我妈有点着急 不过我倒是不着急 现在也没有精力去谈恋爱 也没有心思去经营一趟感情 甚至是婚姻 我懂 我懂 舒逸姐呢 她继续有钱吗 郁教授 你 是喜欢舒逸姐吗 其实我很欣赏 舒逸这种微型的女孩 不是 不过感情 终究是两个人的事 舒逸现在对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我会尝试跟她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那 我是不是没有机会了 好 同学们好 老师们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市场风险计量 请大家打开教材 我们主要是从什么是风险计量 第二 市场风险计量的方法有哪些 立成 郁教授讲到哪儿了 不是这一页 在这儿呢 所以在整个VR的计算当中 局部估值法 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当然了 除了局部估值法之外 历史模拟法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郁教授 来了 郁教授 等很久了吗 没 我也赶不到 那就好 那 咱们先进去 你好 书记 拉菲尔 熟吗 那一会儿你把空间留给我发挥 专业的 那太棒了 拉菲尔对达芬奇作品风格的学习和转画 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提炼的五官和动态的画法 弱化了明暗对比 创造了一种高贵平和清晰的具象艺术 可以啊 小月 没想到你还是有点艺术寒言的吗 可以什么可以啊 我这几个晚上 我这几个晚上一直在被百度百科 一看这些画 就全忘了 东拼西凑的 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过啊 郁教授和你一样 被我忽悠住了就可以了 让你一样 那我当时就能够了 你这几个晚上就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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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 吃饭 逛街 看电影 那 秦小姐 我在订话展票的时候 送了两张电影票 是文艺片 我们一起去看吧 那不应该是三张吗 对啊 怎么会是两张电影票呢 我一会儿有时间 太好了 有一个美术学院院长妈妈 她必定是在艺术的 耳濡目染下长大的 即便这样 她也没有拆穿我的胡粥 还陪着我来看 这么无聊的文艺片 那应该 玉游对我肯定是有好感的吧 什么东西 意外 纯属意外 今天我一定要犒上 没事吧 是不是困了 对 有点困了 那要不 送你回家 需要打开空调吗 要的 谢谢 谢谢 岳教授 我们刚刚录过你的公司吧 嗯 怎么了 嗯 我也经常去CBD 哦 也去过你家公司啊 国金上场 是去采访吗 凭一己之力 拉动了整个国金的GDP 男人 天生就是有征服律的 而且我跟你说 嗯 这些男人吧 有的时候你跟他弯子绕多了 他们反而就不懂了 关键时刻 得打直球 让他们退无可退 只能面对 岳教授 嗯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你觉得 我怎么样 挺好的呀 稳了一大半了 那么接下来 那 去你家 毕教授 秦小姐 你怎么办 我 我来找你啊 哦 我不是实习记者吗 我就想着多学习学习 所以我就拜托关记带我来了 你 认识关记 关记带你来 哦 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怎么了 没事 那你先好好学习吧 我先试骗了 哎 怎么突然这么冷漠呀 她不应该喜欢爱学习的女孩吗 大杯拿铁加奶加桃 好的 稍等 谢谢 嗯 一杯冰碎咖啡吧 好的 稍等 你好 你好 美食四杯带走 谢谢 好的 稍等 来 易教授 来 再帮我多加一杯 谢谢 好的 秦小姐 这么巧吧 郁教授 你觉不觉得我们有些见外 啊 我是说 每次都叫你郁教授 很见外 那以后你可以叫我郁了 嗯 嗯 有 可是 你叫我秦小姐 也很生分呢 公平点 你可以叫我 小月 你还给你了 不然不是 你不要买卖 够了 你呢 没给你呢 把这个人贴婚酷了 大妈 我还得这么买卖 好 你来给你 你来给你 明星辰 有点苦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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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吃苦了 需要我帮你教一下关机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做第几排啊 你千万 千万 千万 给我弄个靠后点的位置啊 你我小舅舅越远远好 我做媒体区那边 我做第一排 偏右一点 论坛快开始了 你快进去吧 好 你快进去吧 秦世约啊 秦世约 你真是聪明凡辈 聪明误啊 秦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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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记录 舒逸姐让我回去写总结 但我 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啊 我 是 我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抠一些 技术性的名词和概念 你是做财经方面内容的 主要还是要把握 芯片行业的趋势和动态 有些被反复提起的名词 你可以先坐上标记 回去之后再查 玉勇 你好厉害啊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关锦没跟你一起 他有事先走了 不知道他最近魂不守舍的 在忙时呢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什么鬼 要等四十分钟啊 什么鬼 要等四十分钟啊 秦时月 你不走吗 走了 走了 等等我 等等我 你不走 关锦不是个玉勇 我这么晚来敲她门 她应该会讨厌我吧 是什么鬼 我也在看 是不是 我把你带来了 我把你带给你带来 我把你带来 我带走 我再带来 我带给你带来 我带来 她äus crowd 我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摊来 你带来 我带来 谢谢啊 请示运 请示月啊 请示月 这个时候要勇敢 要果断哪 最近新上了部电影 要不要一起去拆个盲盒 看一看呀 这部电影有些争议 看完我们可以当面讨论 今天的会议记录 我都整理完了 开会之余 还是要换换脑子啊 明天才能更好地 接受新的讯息和支持 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却意外走到了一起 一场二十四小时 发生的爱情 短暂却永恒 有点子浪漫 所有的电影我都给到了 所有的电影我都给到了 有这么瘟疫的人 一定不会拒人千里之外 明天会城安排警察 早些休息吧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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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了我很多次嘛 而且 你不觉得吃饭可以迅速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吗 你也算是我半个学生 你遇到任何困难 我肯定都会帮忙的 所以不用太放在心上 可是 一直是另外半个我想跟你吃饭 所以 所以 我下次还可以进吃饭吗 不可以 那好吧 下次换你请 好 易勇 秦世悦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跟你道别啊 你肯定要回老家吧 特意来道别 小猫咪 你好可爱呀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双双 百路为双子双 你还真的有名字呀 真是个好名字 来 双双姐姐抱抱你 别 我看看 很疼吗 没事 学校里这些小野猫都没打空前一秒 我带你去医院 这下爱得好值啊 最后几针一秒 一定要按时过来接住 谢谢医生 没事 回去吧 谢谢啊 嗯 弟友 谢谢你今天陪我来医院 嗯 嗯 之后几针 你有没有时间陪我一起来啊 嗯 抱歉啊 过年 我要回秦来 哦 没事 没事 那之后打针之前 你能不能发条微信提醒我一下 好 之后每次 我都会提醒 好 我都会提醒我 语尤 你要眼儿有心哦 说好了要提醒我 你可不能忘记 语尤 你能不能忘记 记得打针 他记得 怕疼 不想打了 你担心我 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去打针 除非之后几针你陪我去打 是不是玩拖了 不理我了 好 你今天先去把这针打 好的 遵命 好 你好 护士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名 叫做秦世月的伙票 已经数完页 被家人带走了 好 谢谢啊 带走 现在好些了吗 好 我在医院 你在哪儿 给你 最近课上的笔记 谢谢你啊 雨晨 我尽快还给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上课 你还会回来上课吧 当然啊 我最近有点事儿 忙完了我就回来上课了 所以还得继续麻烦你接我笔记 等我回来请你吃饭 你要请我吃饭 秦世月 郁教授 郁教授 郁教授人很好的 你好好跟他解释一下 你最近为什么没来上课 我还有课 先走了 余教授再见 十月 拜拜 拜拜 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 好啊 好啊 是 好啊 十月 这家店的鱼做得特别好 而且吃鱼兑身体也好 可以尝尝看 怎么样 好吃 谢谢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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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突然来学校 是有什么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 就是找雨晨借个笔记 笔记我可以把课件发给你 课件 我不一定看得懂 那可以继续来听课啊 好啊 我是说 最近正好在讲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弄清楚这些对你的工作也有帮助 总之有什么不懂或者不会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帮我 好啊 吗 被你解决的 骗子 我要说 那么你很容易 让我回到我 继续 你好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诗是得让 大家回去再消化一下 好了 今天的课我们先上到这儿 下课 好 书一 有个事情想请教你 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最近是不是工作很忙 看起来很疲惫 累是好事 没事做才可怕 不是有一个实习生吗 实习生没帮你分那一期工作吗 晓月吗 她请了长假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没什么事 就是她家人 不放心她 想让她多休息一阵 那个 最近名创还好吗 我听说好像内部出现了分歧 主意 你是不是想问 实验她还好吗 你跟实验是在一起了吗 之前算刚刚开始 现在可能算结束了吧 但是她找到了 这次我们是在一起了 你的联系 您是在一起了 绝密的联系 我 听你说完我倒是觉得 或许她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 你只在乎你的工作 而忽视了她的感受 你说得对 是我的问题 我一直想着要解决 这件事产生的问题和影响 却没有把我和她 放在一段情感关系里面 去考虑和照顾她的感受 实在是太糟糕了 既然现在都明白了 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你啊 玉佑 不过没想到 玉教授解答起情感问题 也这么游刃有余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理论对于案情来说毫无意义 身在其中 也只能随心而行 没错 预设确实没用 我之前也从未想过 会和实验这样的人 有什么关系 同一个频道 怎样才算是同频呢 我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 你这段时间没来上课 我把你拉下的科件 和录的上课视频 发到网盘里 你有空可以看看 有不懂的 也可以随时上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继续来上课 如果两个人一直不能在同一个频道 即使到了最后 也会分道扬镳 谢谢郁教授 我会认真学习你发的内容的 我自己去打针就可以了 不用麻烦郁教授了 我把你打真接了 我在门内 你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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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乱 portfolio 我也是败了 你败了 你败了 写得真好 真是一篇有温度的专访 里面各位的回答 也是我心中的答案 这篇专题我只参约了一点点 如果有一天 我也能像淑姨姐一样 独立写出一篇篇这么好的文章 就好了 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了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英国和法国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德国 德国其实工业化起步 相对来说比较晚 在十九世纪 股份制企业相对来说还很少 谢谢 而资本市场也主要被王室正负 好久不见 和城邦来服务 今天多亏你帮我占座位 不然我可能要坐台阶了 其实好久看见你没来上课了 不过 我有一直帮你站着这个位置 没想到你就来了 真巧啊 谢谢你 我这段时间家里出了点事 所以没来 不过我之后会经常来的 那我下次继续帮你站坐 那我请你喝咖啡 好啊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金融自由化 其实金融自由化 也被称为金融深化 是金融意志的一个对称 那 谢谢啊 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 以降低对外资的过渡依赖 降低对外依赖 因此促进国内储蓄力的提高 达到一纸通货膨胀 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因此促进国内储蓄力的提高 达到一纸通货膨胀 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郁教授 我还有下节课 先走了 我又不懂的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我都标好了 就等着下课可以问你 这些课堂上都有详细想结果 应该是在你之前拉起来的课里 这样 之前不是给了你一份资料吗 看完之后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 好 谢谢郁教授 时间也不早了 一会儿我没有课 要不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好 请 郁教授 郁教授 那个 学生会想邀请您给即将毕业的 师哥师姐们做一次毕业宣讲 好 给他们打来气 解解货 您看您有时间嘛 我跟您对一下具体的时间流程 和大概的方向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这位也是郁教授的学生吗 我不是 那是 师母 我 那个 陈磊 你先回 下午我找你对具体的细节 好嘞 那我先走了 郁教授 拜拜 他刚刚误会 你怎么不解释清楚啊 解释什么 解释我不是 你 那个什么呀 他要是到处乱说怎么办 他开玩笑的 而且我觉得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 什么意思啊 对了 我家的门装好了 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吧 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吧 我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吧 你带我下机 就算是这样啊 同学们好 好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因为要努力完成新的人生目标了 新目标 什么目标 上课了 好了 请各位同学分开我们教材的第163页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证券估值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课 叶成 你帮我看吧 这里我不太早 不用你 好 叶教授 能给我签个字吗 好 那不是师母吗 她也来陪你上课啊 叶教授 你们感情可真好 她比较刻苦 谢谢 好 首先 必须明确有货币的政策 最容易达到的目标 那我就先走了 小叶 你 有男朋友吗 还没有呢 好 那 我可以追你吗 雨晨 我们并不合适 也不了解彼此 我知道 我们认识不久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而且 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互相了解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相处一段时间看看 郁教授 两位 是在谈事吗 我再跟小叶表白 我再跟小叶表白 小叶 我很喜欢你 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认真对待 这段感情 不会影响学习 如楼 琼聪 很谢谢你对我的喜欢 但是 我不能接受这份喜欢 我们是有很多时间 可以了解彼此 但是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一些 类似 魔法的东西 让我们有奇妙的感觉 自愿地去开始了解彼此的过程 所以 你不愿意了解我 是 我不愿意 我明白了 余教授 我先走了 齐世远 余教授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 有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小春 小春 雅伯 很多大家 一定是 那么达發 和那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美啊 秦施远 我 秦施远 我有话对你说 我们 其实并不合适 年龄 身份 性格 都不合适 你年轻有趣 还很可爱 我知道你对我 哪些方面感情趣 我也知道 我能够短暂地 给你带来一些刺激 新鲜感和不确定性 但是你了解真正的我吗 就比如 我挑食不爱吃辣 我喜欢摩托车 这种又刺激 有危险的事情 你这 这人 大半夜带我到风景 这么美的山顶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我 你都不上网了吗 你没看别人说 如果你不能接受 最差的我 那你也不配 拥有最好的我 我是在找我自己 喜欢的人 又不是在替什么 神秘组织 挑选完美的人 我想说的是 我喜欢上年了 我觉得我有许多问题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 我年龄比你大 可能会有点无趣 没办法一直带给你的新鲜感 那倒是 摩托车是很刺激 但也不能一直骑啊 万一 万一过段时间我不喜欢做了 怎么办 所以我才想告诉你 我的情况和心意 希望你再来做这个选择 Z900 时尚 激情 自由 属于Z系列的中高端产品 实际排放 948cc 最大马力 一百一十七点三匹 Z900在配置上也不含糊 经典直列四缸机 它的转速最高可达万转 还有啊 在七千七百转 可达九十五牛米峰值扭矩 怎么样 我说的有错吗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别误会啊 我这次可没有背 我一直都很喜欢摩托车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经常玩 所以啊 你看 我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既然不够了解 我们增加了解不就好了 生活习惯 爱好 都是很独特的东西 没必要刻意去改变 喜欢一个人 就会接受他的一切 甚至被童话 爱情就是 怕 你懂吗 所以 不要一百一年能讲道理 喜欢你 就是我的道理 就是我的道理 你说得对 那 那 以后的日子 还请金小姐 多多指教 易教授 是我男朋友了 一 二 一 哪怕短暂逃离 难受着的出息 依然能 让彼此沉静 也许 回去吧 就这样吗 我 我可以要一个 来自男朋友的晚安稳吗 也许 我们依然是何可 那下次换男朋友主的 男朋友拜拜 来 来 要不要进去看看 怎么了 舒逸姐跟那人 是什么关系啊 小舅舅知道了吗 小舅舅怎么办呀 走 去看看 您好 这边请 二位看一下 这个情侣座怎么样 我和他只是朋友 我能坐那边吗 可以啊 您请 您好 这是彩蛋 先看一下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谢谢 书逸姐 怎么这么巧啊 书逸姐 什么情况 书逸姐 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嗯 也没有很久吧 哎 想想我也好久没跟小舅舅一起吃饭了 那不如坐下来一起吃吧 那不如坐下来一起吃吧 这不好意思吧 菜上齐了 前单右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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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鱼就是舒逸姐 这汤很鲜 你尝尝 那是什么 什么 不 吗 咱们 你在这个飲料上很爽 你会服劲 吗 上次喝 在那边不吃饭了 你快点生气 你不吃饭了 这一道 白鲁竹笋 也很不错 是他们家特色 舒逸姐 这儿才是你的菜 我记得小舅舅也特别爱吃笋 尤其是爱吃你们 秦安老家的竹笋 过年去的时候 怎么没听你说过 秦安的竹笋好吃 秦安的竹笋都被你挡碗了 小舅舅 你还要不要小舅妈了 竹笋都被别人吃完了 小舅舅 你还要不要小舅妈了 小舅舅 你到底有没有看我的微信 人家细心又体贴 关键是比你主动 今天的风景好像更美了 是很美 这个地方是什么 很有意义 所以今天想跟你再来一次 我也很喜欢这里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啊 这么久 没有任何反应 一家表市里面 小悦 其实我 你想不想知道 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呀 你还给我准备礼物了 是什么 这些都是考验的学生要看的书 不太适合你 我那儿有很多适合你的书 回头我拿给你 喂 你怎么这么笨哪 啊 我准备考财大的在职研究生 不知道我男朋友 有没有时间辅导我呀 真的 我当然有时间了 那你有没有给我准备礼物 嗯 你为什么送我这个啊 因为我的名字里的一个有字 以前我就像一艘船一样 游来游去 直到遇到了你 你让我心定了下来 有了想要停下来的感觉 那不就是抛锚了 那就不能去更远的地方喽 逗你的 快帮我戴上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这是之前前过女朋友的 小玉 小玉 玉玉 再来一圈 终于回来了 想你了 我们回家 嗯 小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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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 这个衣服 刚 maj 姑娘 对不起 当时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个开车送货的 我真没钱哪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来 行了 行了 幸亏人没事 其他的我们也不想计较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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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司机师傅 您知道开车是不能打电话的吧 今天我没事是我运气好 但如果你今天撞到的是 一个身体不好的老人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您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刚才不是说不计较了吗 那是我妈说的 不代表我本人的意志 到现在你还想着 怎么逃避责任吗 我告诉你 该赔我的钱一分不能少 坐吧 坐 坐 也就是说你是晓月的老师 不完全是 晓月她只是经常来听我的课 经常 你可以啊 你可以啊 能不能让我们家晓月自愿听课 不知道 让我们家晓月自愿听课 来 我没有头懒哦 就是刚拿着不太舒服 我来帮你打车 有声不讳的可以直接帮我 觉得累了 靠我身上 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管住他的人吗 育游是不错 对晓月也不错 这回你应该放心了吧 来了 晓月 我太开心了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事呢 我今天被录取了 而且我第一个电子看头版策划通过了 真的 你快想想怎么奖励我 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 几时月 我都不过 和我的爹 育游 不知 那就比格 大约 我们没开心 你们这种 Skywalker 好 好 叫小舅舅啊 羽耀 你想我接到捧花吗 看缘分 要是抢到的话 咱们就弯道超车加快速度 要是没抢到 我也会把这件事情提升日常 好好筹划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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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